8月24日中国好声音第六期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 礼剑战队中的大壮两轮比赛过后 最终还是遗憾淘汰 其实大壮的成名已经是比较早的了 这一次大壮来到中国好声音 依适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再一个就是想要摆脱我们不一样的魔咒 因为哥太火了 提到大壮就会想到我们不一样 所以大壮力图改变 在第二轮的独唱环节中 大壮并没有选择让大家沸腾的我们不一样 而是选择干杯朋友 可以看出大壮确实没有忘记登上好声音的舞台的初衷 不过很遗憾在导师李健纠结选择过后 还是没有让大壮进入到自己的战队四强 再后李健鼓励大壮 大壮也表示理解李健导师的选择 同时感谢李健导师的细心指导 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 有更多可能性去改变 有很大潜力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选手 例えば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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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